嗨 沙巴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Joanne爸爸 我平常的風格呢 就是比較街頭 然後隨性一些 那我覺得我的Style icon就是Bella Hadid 她做這件事做得非常好 她其實身上有很多運動的單品 包含這雙Samba鞋也是她非常喜歡的鞋款 平常穿衣服最注重的其實近期啊 除了材質以外很新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版型的服裝 不一定是一定要堅持說 喔 誰穿了什麼樣的服裝就一定要罩著她 我做音樂的靈感來源大部分都來自於我自己的生活 然後當然我是一個非常喜歡Fashion的人 所以其實Fashion也影響我蠻多的 哈囉 沙巴的讀者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你們最好的朋友柯佳彥 什麼不是嗎 那從今天開始吧 好不好 拜託 然後我今天身上是一件很簡單的one piece的洋裝 然後重點就是腳上的鞋子 那是算是愛迪達歷史最悠久的一個鞋款 對 Samba 就是它是其實一開始這個鞋子被設計出來的時候 是用來踢足球的 然後從幾乎是七十幾年前開始到現在 就演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但原本不是長這樣 是有一點比較高頭 然後是用袋鼠皮 你知道那個年代 還會用袋鼠皮做鞋子 然後現在是已經慢慢的演變成我們現在 大家看到的這個樣子 穿衣最注重什麼 有沒有走光之類的 或者是舒適度啊 造型啊 那可能是舒適度欸 我覺得我穿衣服跟 其實穿鞋子也是 我都會蠻重視 穿起來到底舒不舒服 讓我能夠方便的行動 才不會覺得走一走 喔好磨腳喔 或是穿一穿你要一直拉哪裡的衣服 或是什麼衣服哪一段一直跑出來 位置一直跑掉你要去調整 我就會希望舒適是第一 你再來看它是不是好搭 能夠跟你衣櫃裡的其他單品搭起來 大概比較重視這些 哈囉各位傻瓜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柏宏 想請問一下你今天的穿搭 還有你推薦的單品 我今天的最特別的一個單品 就是我腳上這雙Samba 那Samba呢它其實是 愛迪達歷史最悠久的一個系列 然後我覺得它很棒的是它 因為它原本是足球鞋 然後到演變到現在 它還擁有那個機能性 可是它又很適合各式各樣穿搭 像我今天就是有一點點小正式的感覺 搭黑色的Samba也很搭配這樣 有什麼名字 hem 比如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